能夠真的把上課從頭到尾講的都能夠做過一遍 你要把它全部重來過 如果你可以全部 像我們上禮拜就是最關鍵就是怎麼樣呢 大樂透那個範例把按鈕按下去 它可以把1到16個page全部統統下載下來 然後這個下載過程當然會時間比較冗長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我們後來有做了一個進度狀態條 另外這個做完之後 這個部分第一個是全部下載在同一個工作表 還有一個清除 Sales then Clear Contents 所以這個有沒有 這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你剛剛回去 假如說你忘了 可能你就要再練習 那除了會之外 可能要做其他的 可能也許你可以找其他的 比如說同類型像威力彩 像我這影片放上去之後 真的就有那種專門要算名牌的人 現在就是遇到好幾個 他直接就是問我說能不能教他 能不能抓這些資料 因為對他來說其實很有幫助 因為我看很多有一些上年紀的那種老先生 很奇怪 他就很喜歡一直在那邊拿著一些資料在那邊算算算算 不知道算得出來說 但至少他好像找到一個 對他來說是一個還蠻棒的東西 另外還有我們延伸出去 所以上禮拜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單一個工作表 因為我下載的是直接下載到單一個工作表 那上禮拜最大的突破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是下載到同一個工作表 因為工作需要有時候會是需要放同一個工作表 但是有時候是不希望放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假設我今天的需求是 有1到16個頁面 就是那個樂透彩1到16 那我需要1就放在第一個頁面 2就放第二個頁面 一直推到第16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就比較突破的地方 就是如何學會在下載一個頁面之前 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並且讓他重新命名 因為新增工作表 他的名稱一定叫什麼 工作表多少 工作表多少 那你要把它用一個屬性叫點name 把那個名稱改成 也許是for回圈的那個i的值 有沒有 然後呢再把資料下載到那個頁面 然後再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其實就跑一個回圈的概念 基本上呢就是等於從那個 一個儲存格 一個範圍 藍列 跨出去 到所謂的工作表 好上面 OK 那未來當然後面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今天不只是一個 一個的工作表 我希望一個一個的Excel 比如說Excel檔案的話 可不可以我下載的時候呢 順便幫我存成一個Excel檔 一個Page 就是一個Excel檔 一個Page就是一個Excel檔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實際上概念 也是從這邊延伸出來 反正一定要跑個回圈 這必要的 所以回圈的概念 你一定要有 第二個的話呢 你下載完之後 你要怎麼樣把它存出去 那只是做多一個存檔的那個動作而已 OK 那這個我想慢慢按部就完 因為我們這門課 還是定位在Excel 比較還是VVA的入門的部分 OK 因為我還有後續其他的那個進階課程 當然我們也不要一下講太難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你們要能夠消化吸收的 OK 所以呢我們就新增 所以加一個P次新增 一般P次指的就是回圈 回圈去新增工作表 當然這邊應該也叫P次刪除 舊工作表 那刪除我講過喔 你就是 反向三 所以一定是反向的回圈 所以 只要想到刪除啦 你們要想到回圈 而且要反向回圈 OK 應該還有印象啦 只是這東西 基本上 希望喚醒各位的那個 一些相關的記憶 然後我也不直接給你們看答案 反正答案都在雲端上面 那請各位回去 一定要自己重做過啦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所謂的 期中期末測驗 有沒有 還要考試 學校還要考試 考不過還要把你當掉重修 那我們這個課 基本上是沒有這種要求啦 所以基本上 就變成你們要自我要求 那當然你要自己找時間 因為你會發現 最 其實 以前當學生也知道啦 最辛苦就是準備那個 期中期末考試測驗的時候 恐怕甚至還要熬夜吧 那些東西全部做完 你知道嗎 熬夜做完還不見得能夠拿到分數啊 因為你那個 有時候那個臨時抱佛腳 暫時記得的 考試時候緊張就忘記了 OK 所以像這些東西 五個按鈕 最後一個啟動 表單 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這個就是再把工作表的概念 結合我們前面講的那個表單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我會先新增一個制定表單 在那個制定表單呢 就是增加一個label 一個標籤 那那個標籤呢 主要它的寬度啊 我是有一個點Vis的那個屬性 我是動態去調整 比如說我有16個頁面 那我設定的時候 假設是 我寬度預設是400的話 那我就是去怎麼樣 去把它劃分成16分之 16分之1嘛 所以每跑一次我就更新一下 16分之1 每跑一次就更新16分之1 讓使用者可以看到 好像有那個 一個進度的感覺 所以類似像這樣 我先刪掉舊的 然後呢 啟動表單之後 它會跳出類似像這樣子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一個的去更新 一段一段的 然後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正在更新 那相對的會比較有感覺啦 不然的話有時候 跑很久喔 城市會當掉 甚至未來呢 如果你的工作裡面 可能不只是下載16個頁面 可能是下載160個 1600個 1600個 甚至更多更多的話 哇 那你可能要等很久 那這時候當然 如果你沒有做像這種進度狀態條 說真的啦 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跑到哪邊 甚至使用者也不知道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想都是從這邊衍生出去 這是上個禮拜 我們比較重要的那個 那個題目 的一個重點回顧啦 所以上禮拜的東西 其實都在這裡 然後呢 今天的話 我們要接著來看 那個 檢視與參照部分 所以基本上呢 影片 連結都在這裡 然後 回去還是要看 因為我們 每次上課都有錄下來 理論上其實我也會透過這個數據 去看一下你們 有沒有回去 有沒有好好的練習 那再來的話 今天接著來看 所以 待會請各位呢 再開啟檢視與參照 這個練習題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最後是有講到 有一個是 類似像這一邊 這個 Lookup的這個工作表 那當然 Lookup的盤數比較簡單啦 我們可能就是 需求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找什麼 找005 不過第一個可能 找005 有的時候要自己輸入 恐怕有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幾個編號 所以有的時候 甚至會 假設008 那有可能會輸入009 如果你輸入009 Enter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Not available 有沒有 N就是Not A就是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最好這邊可以 第一個 把它變成一個清單算了 那 最好是這邊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經常使用到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把 以色當資料庫的話 第一個可能會遇到 最好這個資料來源 可以是一個下拉清單 也就是當使用者 點擊旁邊的箭頭 它會自動把這邊的資料怎麼樣 幫我把它搬到 這個清單裡面 顯示出來 那最好是說 如果裡面的資料 它可能有幾個自動就填 那如果資料增加 也會自動增加 減少也會自動減少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我們先把這邊做清單的話 那第一個 你要先用資料裡面的所謂的那個 這邊一個叫資料驗證 資料裡面一個叫資料驗證的功能 不過呢 它的資料驗證功能 在這裡 在舊的版本是獨立一個大的按鈕 可是新的版本好像就把它變成一個小小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大概長得像這樣的 資料驗證 那這個資料驗證呢 它主要就是說 欸 你游標放在這裡 之後呢 預設值是任意值 就什麼都可以輸入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變清單的話 你可以改成清單 來源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選擇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OK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按個確定之後 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好 但是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說今天喔 理論上 左邊跟右邊的資料 會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喔 理論上呢 我如果做這個清單的時候 通常會把這個來源變成一個名稱 用名稱去存取這個範圍 因為將來這兩個可能不在同一個工作表 那你跨工作表的話 用選取啊 可能會有問題啦 因為還需要加一個什麼工作名稱 所以理論上我會先一把編號 到底下的資料選取 二的話呢 還記得吧 公式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從選取範圍建立 然後呢 它的名稱就在頂端列 所以頂端列打勾 按個確定 然後呢 看一下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編號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呢 範圍也正確 那你就直接將來喔 在這邊有沒有 直接再切到資料裡面的這個叫 資料驗證 然後把這個範圍來源 按一個F3 記得喔 以後呢 如果你增加了一個名稱 你要存取它的話 那記得快速鍵就是F3 然後呢 按個選這個編號按確定就好了 那未來如果你忘了那個F3也沒關係 你就打一個等於編號也可以 這個可以自己打 只是說呢 有時候懶啦 我覺得工作裡面 最好是什麼事都不要做 點點點點點啊 就好了就好了 OK 所以盡量喔 教各位的方法都盡量可以 不用那邊想 有的時候盡量 工作裡面盡量不要去記啦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硬背 硬記一些東西 暫時記得起來 可是有的時候 反而過一段時間 你就忘記就麻煩了 所以盡量喔 像我的習慣是 有沒有什麼方式 盡量就在那邊 我以後按一個按鍵 它就自動跳出來 會是最好的方案 OK喔 然後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下拉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就可以讓我去挑選 但是你會發現呢 挑選的時候 我們上個禮拜下面 有用Viro函數 它會自動去跳不同的人 比如說我要找002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幫我把張筊帶過來 然後如果001 幫我把吳伯薇帶過來 但是呢 我們上禮拜好像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希望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自動完成 可是如果你現在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不OK啦 因為我如果 向下填滿當然這個範圍要鎖起來 所以F4按兩下好了 鎖列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只會列 向下是列會增加 但是我現在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變成 沒有 還有這個也要把它鎖起來 但也要鎖列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找的東西在這邊 向下填滿變成什麼 都是吳伯薇 所以呢 有一個地方可能改一下就OK 因為我這邊是 找的是第二欄 那如果我向下填滿可以變3 4 5 6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向下填滿 它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那個數字自動加1 那這裡你可能要 如果喔 以後只要工作裡面喔 只要向下填滿 需要自動加1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Raw Raw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喔 提示一下喔 這邊可以用Raw函數 Raw Raw是什麼呢 欸 就是列嘛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參照到的列 當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列會自動加1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訊息擺在哪裡呢 擺在這裡 置換一下 OK 把它變成2就可以了 234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今天如果希望 你可以在旁邊列寫好了 比如說插入函數 然後呢 可以用-4與參照裡面的那個Raw Raw 這個函數 沒有加S喔 按確定之後 你當然直接按確定它會是4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會參照列 它不會趕藍喔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變成4567 但如果我要2 3 45 那其實很簡單嘛 可以怎樣 減掉2不就好了 Raw-2 打勾 向下填滿 這邊的話呢 其實不用鎖 2345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 這邊喔 要能夠Vero函數 向下填滿自動 全部抓到其他欄的話 就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什麼 Raw Raw 不是這個可以可以自己打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小瓜糊指的是現在所在的列是哪一列 它就抓到4 但是我要2 減掉2就可以了 那你把它打個勾 OK 向下填滿一下 這個時候呢 並且把它置中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 吳伯威的所有資料呢 一下子全部呢 橫向的 就變成縱向了 OK 橫向的 就變成縱向的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啦 主要喔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怎樣 旁邊練習 用Raw函數 再把這個Raw函數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公式裡面的 要抓哪一欄 抓哪一欄 不過特別重要是抓哪一欄 重點是欄喔 這個Raw只是說我要變出哪一欄的訊息 所以有些東西 老師你又講欄又講列 到底是欄還是列 其實這裡其實是要抓哪一欄 但是我們是借用Raw的那個產生的 來顯示欄的那個訊息喔 OK 關鍵應該是欄啦 OK 試一下喔 請各位大家重點 一 這個地方 先幫我把它做成所謂的那個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變成什麼 所謂的下拉清單 那是要驗證之前 可能要把編號這邊呢 先用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那二的話呢 就是把上個禮拜VILO函數 這個地方改成向下填滿 自動抓到其他的欄 其他欄的資料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下拉清單 第二個是用VILO函數 配合Raw函數 自動去抓取其他欄的資料 並且顯示在我們查詢的那個 右邊的畫面上面 試一下